99%的父母都不知道用这四种方式养大的孩子 将来才会有出息 当父母的 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双击收藏下来 反复看一百遍 牢记第四点 你的孩子将来就是人中龙凤 一、千万不要宠孩子 宠大的孩子是宠物 用大的孩子才会是人物 从孩子学会走路开始 就让他学会丢个垃圾 递个拖鞋 凡是他自己能干的事 父母千万别插手 家里无论大小的事 都要让孩子多参与 因为家长做得越多 孩子会成长得越慢 反之 孩子干得越多 将来会学会独立思考 才能成长得越快 第二 不要在孩子面前说爱人的坏话 生活当中 无论你和爱人吵架也好 争论也罢 都要时刻牢记 要在你孩子面前说对方的好话 只有你在孩子面前更好地塑造另一半 他才能对父母双方都有敬重之心 孩子一定要把父母当成榜样 没有榜样的孩子未来是没有目标的人 在孩子犯错的时候 不要这边爸爸边教育边骂 那边妈妈又在拦着 护着 这样就是在放纵孩子 小错不严管 大错在后头 第三 妈妈们要记住 你老公比你孩子更重要 不要让你的孩子感觉 他才是宇宙的中心 一个有智慧的女人 一定要把夫妻关系放在第一位 亲子关系放在第二位 很多女人有了孩子之后 就彻底地搞反了 天天围着孩子转 完全忽视老公的存在 从而导致这个家庭岌岌可危 婚姻问题日趋严重 贤妻两母 贤妻两母 先是贤妻 后是两母 第四点 非常重要 一定要牢记 养孩子一定要穷养 无论男女 千万不要在物质上对孩子过度的满足 有些家长小时候受了很多苦 现在赚了点钱 生怕自己的孩子像自己小时候一样那么受苦 于是孩子想要什么都满足他 得到的物质太容易 就会形成一种犯来张口的习惯 长大以后 逐渐丧失赚钱的兴趣与能力 更加不会懂得什么叫珍惜 贯子如沙子 当父母的一定要教会孩子 将来更好的生活 是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的 父母给的叫背景 自己打下的才叫江山